因為現在距離余若薇去提休會待續議案已經兩個星期了 在這兩個星期裏面我們少了兩次會可以處理一些有關民生的議案 也都社會上對於我們要先處理民生的議案的呼聲是越來越強 但是政府很可惜和很遺憾就是它不肯去提一個休會待續的議案 去先處理那些譬如說現在已經審議完畢的競爭法 公司條例等等由民生的議案 既然政府不肯做而我們都希望能夠將這個困局打破 我剛才聯絡了曾鈺成主席 我就說我在星期三打算再一次去提休會待續的議案 得到曾主席他同意說他會批准我去提這個議案的 所以我就會用剩餘的時間多些遊說建制體議員 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一個休會待續的議案 現在那個問題的出現是因為政府在責惡固執 他明明這個議案是沒有任何實質的效果的了 他根本就是為了面子而去堅強繼續堅持去做這個立法會的 所謂議席出決安排的草案 但是你不能夠為面子 就去犧牲香港人那個民生急待處理的問題 那個福祉的 所以我就想著在余若薇兩個星期前提了之後 做了否決 我就兩個星期之後我覺得社會上要求立法會去處理 那個其他有關民生的議案的呼聲越來越高 亦都是為了回應市民的這個要求 政府其實是應該自己提出一個宗旨 或者休會待續的議案 但是看來呢 譚志源就沒有這樣的打算 唯有我再提一次 就爭取建制派朋友的支持 Alan 你不是都看到現在呢 其實那個僵局這樣僵設下去呢 其實政府和法民都是兩百人驅傷的 其實如果你從市民的福祉來考慮呢 政府是應該立即自己去提一個休會待續的議案 將這個沒有實效 只是跌落地拿回紗衫為面子的 一個這樣的議席出缺的惡法呢 先將它押後先 處理了其他真是急市民所急的議案先 如果不是呢 你自己說話急市民所急呢 就變成了兇話 變成了虛話 因為你自己為了面子呢 是將一些有關民生的議案呢 你反而呢 是推遲了 而你是為了自己要的面子呢 是將一個沒有實效 實質上已經是沒有什麼內閒的議案呢 一個惡法呢 是繼續卡住那個議會的程序 我覺得這個政府是非常之不合的 除了主席之外 你有沒有跟其他建制派的議員談過 你們會再提出和那個法院呢 我現在就會開始積極去游說其他議員 不過你看上次的投票呢 是29票到22票呢 其實那個支持去打破這個僵局 先處理好有關民生的議案的議員人數呢 都是不少的 我知道當然是包括了現在我們見到的社民聯 和人民力量的議員呢 他們都是公開表達了 他們是支持的 是優惠待續的 那我很希望是繼續盡我的努力 是能夠找到多一些建制派的議員支持 而在星期三呢 是可以打破這個僵局 但是最重要的是 就是政府其實現在應該從事如流的了 就算它兩個禮拜之前 是仍然為自己的面子去堅持 其實兩個禮拜之後 你看到那個僵局是難破的時候 你就不應該再為了面子 而是去禁止那些建制派的議員 去支持一個優惠待續的議案 有幾大信心 星期三提出的時候 會是得到支持的通過 我只能夠說會盡力去游說一些議員 但是更加的當然就是由譚志願提出 因為這樣呢其實就不用分組點票的 譚志願呢也都是應該是這樣做的 因為的確現在這個立法會的議席出脫安排草案呢 已經是沒有什麽實際的作用 沒有什麽實質的效果了 剩下的可能只是政府或者曾蔭權要面子 但是你要面子呢 你不能夠因爲這樣而就犧牲了一些有關民生的議案 有一個多譬如一手樓的議案 或者競爭法呢 或者還有就是私隱條例的修訂案呢 市民都等了很久 這些也是我們政府呢 分內的事呢 應該將它這些是先提的 反而一個是沒有什麽實質 實際效果的議案呢 是應該將它退後才是對的 不過我只能夠說 我盡力而為 多說不到低估那個難度 但是如果那個 那一會代族的議案被否決的話 你們會不會參與拉布 一會代族呢 其實是一個最好的安排 因為政府呢 如果真的聽到市民的聲音 是真正的急市民所急的呢 政府是應該自己去提 一個一會代族的議案 那至於你說 真是如果政府是死由一邊境 繼續是犧牲市民的福祉 而是為自己面子工程 繼續去硬闖立法會的話呢 那這個僵局呢 就會很難打破 那我相信市民呢 自己都會有一個證奪 那至於你說泛民主派